夏琳 依依她跑了 你的未婚夫 她跑了 夏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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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我 你别跑 夏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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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宾客 在这里 跟大家正宗道歉 因为易总家里临时有突发状况 所以 必须取消今天的订婚典礼 不要拿你的胃来赌气 我在你脸上看不到一丝的喜悦 也许过程不是很愉快 但是结果 的确是我想要的 如果这样的结果 最后不是幸福的 那么 你不仅伤害了自己 也伤害了四季 姐的能力有限 希望你能够喜欢 姐姐不求别的 只希望你能够幸福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我的胃护肤 亦 亦 我的爱 都是成大海 而我依然 默默的等待 盼 望它回来 哪怕 哪怕是泪水与无奈 哪怕时光飞快 摸不去爱过的色彩 再欠了四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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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四处看看 再收拾一下 那个再放过去一点 好 非常棒 夏琳 你今天好漂亮啊 有英文就叫做 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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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找我 好 摄影师 麻烦帮我和我未婚夫拍几张吧 好好啊 快点快点 来 来看这里 看这里啊 我们不是拍过了吗 做戏总应该做全套吧 而且我们俩订婚 总应该拍几张照片 发新闻稿吧 好 微笑啊 亲密一点 来 非常好 再亲密一点啊 微笑微笑 好 拍完了 我可以走了吧 亲密一点 来 这 这里拍得差不多了 要不我先出去拍其他宾客 好好好 也行也行 不好意思 请请请 谢谢啊 拜托拜托了 没事没事 慢走啊 夏琳啊 我好担心你啊 你跟易奕她 你放心好了 没什么好担心的 婚姻本来就是契约精神 有没有爱情 根本就没有关系 而且最重要的是 我嫁给了易奕 那我就是远仙集团的媳妇了 这辈子面包算是有了 小春哥 你就站在这儿一直吃一直吃 你是生怕人家不知道你是吃货啊 我就是不爽 我就是要带着吃一顿 一想到易奕那个家伙 抛弃四季姐 跟小夏在一起 我就 好了 别说了 易奕哥来了 恭喜你 多谢 喵 善儿姐夫呀 你们来了 你们来了 别看了 四季姐妹来 怎么了 我妈二姐夫结婚 还请我们大姐来给你道喜啊 小冬 小春哥 我们走 今天啊 来个不撑不归 对 对不起 易奕哥 小春哥和小冬他们只不过是 没关系 我不会往心里去的 那这件事你抓紧办吧 您的招牌咖啡 好 咖啡咖啡 为什么忘记你 这么难呢 那是因为你爱着我呀 易奕要成家了 这是他人生最重要的阶段 虽然我不能以家长的身份参加 但至少远远地望一眼 在心里给他祝福也好 你们看啊 这次的婚礼也排长挺大的 是是是 你们看 那个人怎么长得和易总那么像啊 不会就是易总吧 怎么可能是易总 也是啊 那他是什么人 就这身打扮来参加易总的订婚呢 他看起来挺眼熟的 是易总吗 我觉得有点像 有点像 但仔细看又不是太像 哎呀真是太奇怪了 过来 过来 易奕 过来 易奕 你来干嘛 你想闹事是吗 不 我 听说你要订婚 为你高兴 想来 祝贺一下 你干嘛来祝贺 你是谁啊你 是不是有什么目的 我真的没有别的意思 只是想 想来祝贺一下 我告诉你 你从我的人生中消失 是最好的祝贺 喂 易奕 这个 看见我们总经理了吗 他怎么跑了 跑了 我们该出去了 谢谢啊 夏琳 易奕她跑了 你的未婚夫 她跑了 夏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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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我你别跑 夏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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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宾客 在这里 跟大家郑重道歉 因为易总家里 临时有突发状况 所以 必须取消 今天的订婚典礼 为什么要说的 为什么要说的 为什么要说 为什么要说 夏琳 夏琳 才是很帅的 你把这些订婚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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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小川 什么 妈 妈 发生什么事了 我爸呢 完了 这个家全毁了 妈 你说清楚一点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呀 你爸他想起来了 他知道他自己不是义正华了 完了 这个家完了 这个家完了 他知道我骗他 他不要这个家了 你这些订婚典礼 你把这些订婚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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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吧 休息一下 等晚一点联系上易奕 再看看他怎么说好不好 对啊 对啊 夏琳 我们要不先回家去吧 好吗 来 你不要碰我 你不是说你不来的吗 你为什么又过来 看我的笑话 小夏 小夏 你这什么话呀 什么叫看你的笑话 你订婚被取消了 又不是四季解害的 小川 没错 我活该被易奕抛弃 你们现在一个一个心里 都在窃喜是吧 那你们就说出来 说出来呀 好啊 那我们今天就把话说清楚 对 我很高兴 没错 早在你抢了四季姐的男朋友 你就应该知道 会有这样的一天 易奕那个臭男人 会抛弃四季姐 也会抛弃你 小春 够了 我们都是一家人 为什么要说这种话来伤害彼此呢 那只是你的一厢情愿 小夏 她愿意当我们是家人吗 不 她早就不是原来那个小夏了 而我们 也不是当年的春夏秋冬了 只有你还像个傻子一样的被欺骗 也就只有你 还坚真的以为我们可以回到从前 你就是个傻子 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一家人会变成这样 变得跟仇人一样 爸爸妈妈在天上该有多伤心 小春哥 笑愿 好玩不儿子